休斯顿火箭在今天公布了一个好消息,球队的防守大闸PJ坦克正式宣布复出,在此前两场季前赛中,坦克皆因为被布伤并小伤缺席,如今坦克复出再加上卡佩拉。 火箭在下一场对这马次的比赛中,有望迎来最强阵容,不过有些球迷也很担忧,如果坦克复出了,安东尼是继续打首八四号位呢,还是打替补四号位让坦克首发? 在之前两场比赛中,安东尼似乎并没有向外界说的那样防守系烂脚步慢,法门很优秀,看上去甚至比詹姆斯文尼斯还会防守。 而今天坦克在组合美国的Jump节目时,已谈到了和安东尼的首发替补问题,他还透露了和安东尼的一些私交。 坦克说道,认真讲,首发和替补其实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重要,这些对我来讲无所谓,因为在这支球队我们不是只打中锋,大前锋和小前锋,而是要填补所有位置。 你懂吗?很多时候谁在防守你,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。 而安东尼和我一样,都是可以去填补任何一个位置,我很期待和他的合作,你知道的我们很早以前就认识了,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。 随后,女主持有点小八卦,继续询问坦克,可以讲讲你们两人的故事吗? 坦克也是哈哈一笑说道,我们大概在一起十八年了吧,在十六,十七岁的时候,我和安东尼就认识了。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,所以你懂得,我们的姓,格真的很合得来,除了在一起打球啊,在生活中我们在一起也很开心。 所以迪带我们一起上了场,一切都能融入起来,这没什么问题,因为我们早就建立起了默契,最后支持人群们。 在火箭打球有什么建议,要对安东尼说的吗? 坦克也给出了重肯的建议,就是一切要围绕着詹姆斯哈登和克里斯保罗来打球,这会让一切都变得简单。 这句话和之前杰拉的格连说的一样,在火箭灯泡才是战术的发起点,其他人只要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了。 当然,坦克的回归对于火箭防守绝对是强心计,在之前保罗曾直言,如果有谁在火箭敢不防守,坦克可不管你是领袖还是新袖,他一样都会高你。